七十年代台湾流行的台语歌曲 阐述出无数试经小名的新声 当时以一首陶海人的新声 走红歌坛的九国歌王陈一郎 歌声散发沧桑漂泊游子的味道 更道出当时中下阶层民众的新声 奠定在歌坛的地位 本是淳朴的瑜伽郎的他 无意之中踏入了五光十色 灯红酒绿的演艺圈 复杂的演艺圈 让他的生活习惯也跟着突变 性格豪爽开朗大方的他 常常朋友一找他喝酒 他就豪爽地答应了 接着就是一杯又一杯的肝 这一杯又一杯的酒水 不仅让他有了九国歌王的称号 同时也使他的婚姻生活破裂 妻子与他离婚 更让年纪轻轻 他肝功能严重受损 据当时陈一郎的圈内好友 陈迎接爆料 后来的他其实很注重自己的身体 演艺圈的无奈的生活 导致他白天吃着药 晚上还要陪所谓的朋友 继续喝酒 这样对他的肝病一点帮助也没有 陈一郎因为喝酒伤干不说 最重要的是也伤生 所以他特别回屏东老家静养 静养的那段期间 他戒了酒 身体状况不错 肝病好了很多 直到他爸爸过世加上他付出歌坛成绩不理想 紧接着 妈妈跟妹妹在两年内相继过世 由于陈一郎是独子 很依赖父母 两年内遭逢巨变 对他打击很大 他的肝病复发 跟心情郁闷有很大的关系 陈一郎这样形容陈一郎 说他是个浪子型的人 对朋友很好 人也很浅脆 阿莎莉 很照顾朋友 只是做他的妻小就比较可怜 所以陈一郎的老婆 才会受不了他的个性 跟他离婚 陈一郎歌唱艺术的光鲜亮丽 可以说是薄老命化来的 常年的工作压力 作息不正常 暴冷暴热的工作环境 让他的健康多次亮起红灯 但为了生活 就算一身的病痛 也得抢颜欢笑 面对观众 直到那一天倒下了 生活日夜颠倒 作息不正常 过多的烟酒 让不少艺人也为肝病所苦 像陈一郎 这辈子可说是被酒精所害 但此时的陈一郎 还是不懂得节制 酒还是拿来 当开水喝 等到肝硬化出现时 一切为时一晚 在这段期间 陈一郎看遍中西医 依然没有效果 最后于2001年2月4日 因肝癌 逝世于高雄长庚医院 壮年过世的他 徒留下妻儿与歌迷的唏嘘 陈一郎 原是担任黑手 以修理脚踏车 与摩托车为业 当时电台节目主持人车子爆胎 前来车行修理 发现陈一郎 有父与生俱来的好歌喉 将他推荐给唱片公司高层 并推出首张台语专辑 阿郎阿郎 低沉沧桑的嗓音 带有浓厚香土味 很快便在歌坛打响名号 尤其一首《陶海人的新声》 道尽当时台湾中下阶层民众的新声 因此在70年代的台湾 只要有工地或海港的地方 就一定有陈一郎的歌声 等同奠定他在当年歌坛的地位 尤其当年 宝岛歌王叶启田 入狱服刑时 更被视为能顶替他的接班人 此外 陈一郎更以操着台语枪英文的马耳扣成 英文老师一脚走红 成为中式综艺节目 还了100点的卖点 不仅深受观众喜爱 还受到广告商青睐 拍了一系列零嘴广告 成功开启事业第二春 不过 因为踏入五光十色的演艺圈 让陈一郎的生活不掉 有了180度的转变 原先生信就豪爽开朗大方 加上爱结交朋友 只要有人邀约 就豪爽赴约 而这种阿沙利的性格 在应酬极多的演艺圈 更是变本加厉 这也让老婆不愿再隐忍决定离婚 由于聚会中不断以酒会友 让他有了九国歌王的封号 但长期是酒 导致肝功能受损 连歌喉也受到严重伤害 让他不得不做出 暂时淡出歌坛的决定 返回屏东老家静雅 陈一郎在静雅期间戒酒之后 身体逐渐好转 但因为生病后 长时间未在荧光幕前曝光 一度传出他病逝的消息 他更为此露脸澄清 传言全是子虚乌有 未料接下来却遭逢巨变 先是复出歌坛 唱片销售量不如预期 导致心情低落 接着双亲接连过世 让他顿时失去依靠 多重打击下 导致肝病再度复发 最后因为病情急速恶化 在48岁生日前夕 病逝高雄长庚医院 家人也尊重他生前悄悄走 不打扰任何人的遗愿 低调举办他的后事 留给演艺圈好友及粉丝 无限缅怀 陈一郎 本名陈明农 2001年2月4日 硬肝癌 逝世于高雄长庚医院 是台湾知名台语歌手 由九国歌王称号 以新传人的纯情曲异曲 《走红歌坛》 这首歌 为夏静在先生填词谱曲 原名为陶海人的新生 经由唱片公司买下版权后 更名为新传人纯情曲 陈一郎的歌声 沧桑直谱 带有浓厚的香土味 歌唱的风格 相较于同时期的台语男歌手 是比较土质的 在其乡土沧桑的独特嗓音诠释下 很快地便获得市场广大回响 也奠定他在80年代台语歌坛的地位 陈一郎的歌 充满海港 红灯 讨转等异象 经常获得工人及渔民们的共鸣 而他乡土质朴的性格 亦受到愿民们的喜爱 陈一郎 其他知名代表歌曲包括 阿郎阿郎 九女九女 我来安慰你 再会干一杯 怀念的行传人 即何必来牺牲等 陈一郎的歌声 在当时台湾80年代 很容易引起出外人的共鸣 也许是因为离乡背井打拼的 无奈心情 他的歌曲成为出外人 抚慰心灵的第一首选 尤其是蓝领阶级的工作者 走红的程度 可能是24小时 在放送的情境 陈一郎 生前为人相当海派 喜欢结交朋友 不过随后唱片市场竞争激烈 新人被出 因而转型开始走向综艺节目的主持路线 以一口不太流利的英文说话方式 自誉为 马尔寇成游走于综艺节目中 用另一种幽默的方式来解释英文 还因此拍了多支著名广告 陈一郎 集贯屏东县东港 生于东港附近的新园乡五房村 陈家宇五房村属当地望族 陈明农家中从事渔业 但他身体属于医荫船体质 因此改以修理脚踏车与摩托车为业 一日奉明广播电台 极受欢迎的节目 司机俱乐部主持人 梁山骑车行经该地时 爆胎 来到陈明农的车行修理时 听到他哼唱 发觉这位黑手有一副好歌喉 决定将他推荐给新代唱片董事长 另说则为陈明农修车之鱼 偶遇东港 从事书国买卖生意 兼差在歌厅唱歌 在歌厅遇见梁山 才因此被梁山相中 推荐与新代唱片 陈明农以谐音的陈一郎为一名 在新代唱片推出了阿郎阿郎 为陈一郎在歌坛打响名号 而后 新代唱片又以陶海人下进在 根据台湾音乐著作权协会记载 此歌作词作曲 皆为林海所创作的陶海人的新生 后改名为 《行传人的纯情曲》一曲 为陈一郎奠定在1980年代台湾歌坛的地位 在70年代的台湾 只要有工地或海港的地方 就一定有陈一郎的歌声 等同奠定他在当年歌坛的地位 尤其当年 宝岛歌王叶启田 入狱服刑时 更被视为能顶替他的接班人 陈一郎的歌声 沧桑直浦 带有浓厚的香土味 但相对于叶启田熟人的歌唱技巧 陈一郎则较为土职 耳后才于歌剧中段与末段 时常运用转音 却比较迟 也赚得较为不弱 叶启田唱腔的圆滑 这正是他歌声中土味的重要来源 这让陈一郎迅速建立起 有别于其他人的独特风格 秀场名主持人朱歌亮 不止一次提及陈一郎时说 陈一郎那种歌声 全省找五第二个 另外 陈一郎直浦的个性不善言辞 让刚出道的他 往往在歌厅秀中话语不多 若有言短句 则台词甚少 陈一郎翻唱的许多经典歌曲中 口白段落会直接省略 也再再显现出 他这个的特质 这就与全是语入戏于歌中 口白甚深的叶启田 已至后来的阿吉仔 截然不同 陈一郎的歌充满浪子 漂泊 海港 讨转 红灯等一项 使陈一郎成为1980年代 乡村以往都市的中夏兰岭阶级者的代表 在1980年代 台湾都市的工地 工人时常边播放着陈一郎的歌曲 一边做工 或者送运货物 在海口的陶海人 不论是渔民或水手 更对陈一郎的歌曲感到共鸣 可以说 在1980年代的台湾 只要有工地 有海港 就一定有陈一郎的歌声 可惜英年早逝 医生郁郁不得志 一个酗酒的恶习 导致他妻离子散 实在是令人唏嘘 如今 多年过去 不知还有多少人 记得他曾经独特又沧桑的歌声